歡迎收看阿編阿 穿越古今化人物這個節目單元 疫情走到今天發熱發燒 那CDC再度延長暑假兩個禮拜 讓一般的群眾叫苦連天 那麼雖然說 雖然做業雖然單 民眾負責心要付一部分 政府當然是要付比較大的部分 美國在禮拜三就宣佈了 說打疫苗 已經達到1.3億 你看我們台灣在打多少萬人而已 接種率大概2% 那麼美國在搶疫苗的數量多到 包括每一戶的家庭的養的寵物 狗跟貓 甚至鱷魚都可以打 可以連續來回打三遍 所以當民進黨的南部的立委 我們陳立委 女孩子 他說我們是支援生 我們怎麼可以去搶疫苗 我聽了這個話就覺得太匪夷所思了 太匪夷所思 那麼 如果說領事業救濟金有排付條款 那就是讓利 如果說我們是支援生還是搶疫苗 那個就是保護 國民的身家財產 不搶疫苗 就是草菅人命 其實 我們在講這個政黨的時候有時候直筆在探 因為也是老百姓自己選出來的 他在這一年半 憑良心講 不應該太責備陳時中 他已經夠努力了 無奈蓮花出污泥而不然 終究只是一朵蓮花 你看他最近 幾天下來 向吳子熙過招官一夜白髮 我跟他不認識 也不是他的朋友 那麼 我基本上看了 都覺得疑心不忍 好的公務人員 如果是 普考高考的 他是要經過20多年的歷練 能夠到達 他 次長 這個位置 都是 國家 非凡的幹財 那都是 國家社會的寶貝 其實好多公務人員不分 藍色政黨 綠色政黨 白色政黨 或五黨級政黨 我們都應該 對於表現優質的公務人員 給予掌聲 不另給予鼓勵 然後 也要保護他 所以不應該 太責備 陳時中 陳時中因為有這個政黨 民進黨 他才能夠當部長 他在國民黨大概當不了部長 所以呢 民進黨的好與不好 他也沒辦法 他要全盤接受 他的無奈 或者他的身不由己 只有他自己 寒天隱兵水 只有他自己知道 這個政黨在束手無策的時候 疫情發展之初 驚慌失措 然後呢 就甩鍋 攻擊 柯文哲的準三級 攻擊 侯友宜的三級 那麼最後證明 在星期二的時候民調出 在防疫期間現在民調第一名是侯友宜 第二名是柯文哲 老百姓的眼睛 畢竟還是血量 公道自在人性 那麼甩鍋也沒有用 群魔亂舞 到處潑髒水 到處給這兩位首長 怎麼樣 講這個講那個 到處用臉書 來攻擊 柯文哲跟侯友 在防疫一體的觀念之下 還分藍綠嗎 這個時候 我們在整個國家陷入了半停滯的狀態 其實 更應該怎麼樣 更應該 中央地方 攜手合作 協調出最好的方式 不要沾沾計較 回歸校正 這一類的 專有名詞的修理過程 太專注於這些 旁枝木業 其實 對 與群 對疫情 是沒有幫助的 民進黨 有特別奇怪的癖好 除了回歸校正之外 還提出來一個 認知作戰 我還不曉得說 認知作戰 是什麼叫做認知 什麼叫做作戰 當然 這個認知作戰 用在他們對付侯友宜 對付柯文哲比較恰當 他拿來講說 中國對疫情 台灣的 這個關注 已經上升到 這個認知作戰的層次 這個待會我們有時間還會提一下 那麼這個時候 國民黨籍的委員就提出來 說撤換陳時中 撤換陳時中 那麼 要換 賴清德 連 這個人都給他推薦出來 賴清德最近都沒有聲音 所以有一些人表現都還不錯 他就是表現不錯的 他不是在防疫表現不錯 沒聲音 不在其位 不磨其症 雖然他也是醫生 還有一個 那些前任的國民黨籍的首長 有關主管衛生部門的 都喜歡 在臉書 或者公寓的場所提出 攻擊跟批判 我認為 倒是可以減少一些火藥味 或者就直接不講 現在是民進黨執政 好壞 由他自行來承擔 2022 那就選舉見 或者等立法院開議 立法院見 把陳時中換掉 就能夠 換代清德就能夠把疫情給緩和嗎 這個認知 我認為也是有問題 這個時候呢 我在這邊 也講個笑話 給大家分享分享 有一個孤兒 在孤兒院長大 父母親早早就過世 國中高中 他在建教合作的餐廳 學到了一手很好的 北京烤鴨的手藝 後來就在西門町開了一家 小店 生意非常紅火 後來就在西門町的萬年大樓 裡面呢 也有比較寬敞的空間 正式開了一家烤鴨店 然後也在 南京西路也開了一家分店 生意都非常好 那麼 有一天呢 他南京西路的分店 就來了 歷史鄉民代表會主席的這樣子的咖 帶著幾個水寵 要來去北京烤鴨 就是文明而來 他一來 聲勢就蠻大的 外頭就跟他說 這是工藝場所 請客人 公圍比較小聲 他說 我要來吃你的烤鴨 叫什麼 他說吃烤鴨我知道 我們這裡就不會餓 我們也不會餓 請問 你要吃半隻 吃整隻的 他旁邊的水寵 我們代議說的 就說 我們大的吃烤鴨 跟人不一樣 外頭就問 他說是鴨鴨不一樣 他說 我們大人要吃的烤鴨 就要 宜蘭 五家鄉 利泽鱔 那裡 鴨都要吃 他說 幹嘛呢 他說 你餓出來 我們大人吃就知道了 他就去把 中泡塞說 那個 說要吃 宜蘭 五家鄉 利泽鱔 那個養鴨中心 旁邊在走的 他才要吃 那個外頭 跟大廚說 大廚說 說什麼 宜蘭 那是什麼 就鴨鴨出來 這個人吃鴨 吃醋味 整隻鴨鴨出來之後 他飽他都沒看 把鴨鴨起來 鴨鴨 鴨鴨 扁開 說 這個鴨鴨 那外頭 驚一個說 夭壽 看鴨鴨就知道鴨鴨鴨 我告訴你 你鴨鴨鴨鴨鴨 你怎麼鴨鴨鴨鴨 他就去跟總部說 總部說 這麼厲害 這可能 運氣 沒關係 小鴨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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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鴨� 外面的議員說趕緊把他找一個鞋 透過國武高速公路趕快來 人家說沒吃不走 當然透過地方的議員要問鞋就比較快 就問幾隻就再配過來 就鹽火開來 拼快趕快 鞋出來 這個人檢查一個 嗯 這個五幾乎的 這樣對 剛吃到一半的時候 這個孤立回來 跟人家說 你是我開鞋莊以來 最會吃鞋的客人 你簡直是大虐高手 這隻我請 有要打包嗎 我只有兩隻 他說不用啦 這隻就很好 你手機比較好 你們這個大師行出來 我看是不相上下 吃好吃 他說我有個不請之請 不知道可以幫你請教一下 他說是甚麼事 他說我從小的 五年大 白霧相蒙 也不知道我的出身在哪裡 我現在可以趕快看我的腳踏 看我的腳踏出身嗎 這個人家說 我看了沒看人 這個笑話就是在跟我們說鐵刺 那我逢金當馬糧啊 除了掙錢換帳是大忌之外 其實陳時中我個人的見解 還是功大於過 奧巴開大概不過分 但無奈他是在這個政黨 那麼也沒有辦法 因為沒有這個政黨 他的確也當不了部長 那麼好的壞的他都要全收 至於說賴清德是不是接上去 就能夠處理的好一點 我認為南偉在這上面 應該更專業的去看 雖然賴清德副總統 也是醫生出身 不過他表現還不錯 他從來沒有發出甚麼樣的聲音 倒是陳建仁副總統 也難得開了一個口 但是他開了口 顯見這個也是邊邊君子 講的話也都是中規中矩的一種建言 那麼還有國民黨的前署長葉金川 我到現在也沒看過他對疫情 在這段期間有甚麼發表意見的部分 我的建議 這是我的看法 超越對於防疫還是要好好的協商 那麼有在位的人 不管用任何方式 只要對疫情有幫忙的 那麼少喊口號 也不要提甚麼認知作戰 講到認知作戰我就覺得說 老是劍指中國 這種病態的心態 我其其以為不可 凡事都賣給中國 中國都是不好的 那中國完全那麼不好 怎麼中國還在持續發展當中呢 這種依賴中國當提款機的行銷方式 其實就是很內耗自己的國家的團結性 這樣其實很不好 那就以說金正恩的政府有一個高官 因為打了中國的疫苗而過世的事情 我就看綠色的媒體以及名嘴鋪天蓋地的 足足講了兩天 健烈心情 看到黑影都打青 還跟黑影打死 那種窮追猛打的那種 圍毆啊 圍毆啊 動物型的那種圍毆的狀態 那真是一言表 我都覺得很慚愧 臺灣雖小 我們常常鼓勵臺灣 要有小國大公民的氣度 看到綠色執政黨滾滾豬公 這麼樣的喜歡甩鍋給中國 或甩鍋給侯友宜跟柯文哲 我都覺得汗嚴 這樣子的方法 如果說對疫情有幫忙 那情有可言 那沒有幫忙 為什麼會這樣做 那就是習慣 那習慣就是由環境造成的嗎 還是教養造成的嗎 我想問我的觀眾朋友 狗看到電線桿會想撒泡尿 即便沒有尿 也抬起它的右腿還是左腿 向電線桿致敬 請問這是習慣還是教養 如果說沒有電線桿 狗就不會小便 那是不是狗都要洗腎呢 如果說甩鍋跟這種習慣性的依賴 是民進黨的核心價值 那這樣子的民進黨 怎麼能夠帶領台灣走向全世界 當侯友宜說要三級警戒 當侯友宜在天氣熱的時候設立中和永和的檢疫戰的時候 你去看臉書媒體上面 怎麼樣修理侯友宜 當柯文哲講準三級的時候 是怎麼樣消遣柯文哲 可是公道自在人性 在禮拜二的時候 民調粗魯 防疫期間民調第一高的是侯友宜 民調第二高的是柯文哲 顯然一般群眾老百姓 還是眼睛是血亮的 陳時中的問題不在陳時中本人不夠努力不夠專業 陳時中的問題在於他的整個團隊的文化 不是CDC 他們那一批人都非常優秀 是在整個民進黨的文化 在這樣子的文化氛圍裡邊 全黨一致的只有看到選舉的目標 只要有利於選舉的目標 誰都要撐一些聲量 就如同我禮拜三講的 連一個退休的市長 都要對現任的市長 提倡的禮義廉詞 做臉書的攻擊 這種不安寂寞 不甘於在臉書上或者在聲量上 沒有什麼出頭天的機會 不知道說 應該有像桃園明一樣的歸去來襲 田園江五福不歸 我們講一些人其實就講不耐寂寞的人 不管藍綠都有 我為什麼提到葉金串 當然亦有所知 說蔡英文買股票 說蘇貞昌手中有哪一家公司的股票 我認為除非真有選舉 否則像豐文元氏的義士大夫 就這樣子潑髒水其實也不好 就我個人來講 我不願意相信 我認為也不可能 這垂起碼的 我們不能向他要求像強項令董宣 我講的這樣的人的故事 那樣的節氣 那樣的節操 但是呢 我認為 也不會到不堪到如此地步 所以希望 能夠共體時間朝野諧星合作 唯一的目標 就是能度過這個疫情 要哪一個國家的 只要有效 而不要只是煎到芝麻大 就把它弄到像燒餅那麼大的一個窟窿 否則宏杜拉斯要跟中國買疫苗 那麼台灣政府怎麼不去跟宏杜拉斯講 金正恩的高官 打了中國疫苗 過世身亡的事情呢 才打死一個 那就等於打死了整個培行的這個政府一樣的道理 有這麼嚴重 宏杜拉斯會不知道嗎 如果真是這麼嚴重 那就不就是民進黨政府可以去跟宏杜拉斯告知 甚至好言相勸嗎 說你們如果去煮中國的疫苗 你們會死一個或是死很多人 如果如果只死一個 可以救全國的宏杜拉斯 你認為兩海相權前期親 宏杜拉斯會不會因為疫苗跟中國斷交 要跟台灣斷交 顯然答案不問可知嘛 所以看到別的國家都在那邊搶疫苗 而且比我們落後的國家 人家都有買到疫苗 也不是說只有歐盟跟美國才買得到 只是我們買的數量特別少 到底有沒有人介入 在當初上海復興或德國VNT 這個疫苗的採購過程 有沒有只有執政黨那些人知道 如果以疫苗而摩采海命 台灣的列祖列中都不會放過這些人 我們希望不捕風作影 但是市井謠傳之間 人家也都是有些根據 但是見往自來 我們期待 能夠在未來的延長的時間裡邊 疫情得到控制 也希望從雙北開始 有一個好的開始 祝福台灣 也祝福所有的同胞 能夠安然地走過這一波的劫難 我們下一禮拜同一時間再會